大家好,我是岸圆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崩铁宝箱攻略 接着打个力图,来到酒店的梦境 这里我们传送到金梦酒吧 传送完了以后呢,右转往西边走 走过来这里左转 然后走下来这里是一个王夏翼桶 这个是必须要打怪的 驻奔后果,房怪这里也是第153 然后旁边这里有个机关,点按下 然后走进来 在蓝色气泡上,这只小鸟是第58 然后走过来这边是一个打怪的宝箱 这个宝箱是第154 然后继续再往东边走 折光了以后呢,左转 这个宝箱是第155 然后回头再往南边走 这上面有一只小鸟 这只小鸟是第59 然后回头再往东北方线 这边来点一下获取 获取完成以后呢,再往南边走 折光来左转 关了以后呢,再点一下获取 然后继续往东北方线 这个宝箱是第156 然后沿路返回 折光了以后呢,再右转 向北边,这里点一下回收 然后继续往北边走 折光了以后呢,再继续往北边 然后左转 再往寂图的西边 折光了以后呢,再往前边走 走过来右转 再从北边穿过来 穿过来以后呢,右转 向东边走 走到尽头 这个宝箱是第157 或许对你有用 然后打开地图 点返回 来到左上角 传送到金梦酒吧 首先还是往西边 然后走过来以后呢 再向南边看 在吧台上面 这只小鸟是第60 拿来到这里 所有的折子小鸟 就都收集完了 然后再继续往南边走 接着左边这根蓝色的转一下 然后将镜子向左边挪 这个宝箱是第158 然后回头向东边走 走过来左转 东北方向 这个宝箱是第159 看完以后呢 回头这里有扇门 然后走进去 往地图的东边 然后点按一下 继续往里面走 走过来这边右转 来点一下拼图 首先第一个 放到第一排第二个 第二个 放到第一排第一个 第三个 放到第二排第二个 撞三下 第四个放到第二排第一个 第五个放到第二排第三个 第六个放到第二排第四个 撞一下 第七个放到左下角 第八个放到右下角 然后这个宝箱的下面 我们现在走下去拿 然后下楼梯 打一下块 这里也是第160 然后继续往下面走 走先来左转 这个宝箱是第161 或许对你有用 然后走出来 走出来以后呢 这个宝箱就是刚刚拼图的宝箱 这是第162 然后打个地图 点返回 这里我们传送到监控室 传送完了以后呢 回头往西边走 这里面有一个迷宫 这个迷宫之前带大家一起拿过的 它是放在任务片 这个任务叫做土产 如果大家没做的话 也可以在我的频道主页进行查看 做完这个任务呢 它会自动获得12个宝箱 163到第174 然后回来以后呢 再往北边走 走过来左转 这里有一个迷宫主管 然后再跟它兑换 点回收快梦积木 这里一共需要提交三次 三次全部都提交完成以后呢 它会给一个宝箱 这个宝箱是第175 这个宝箱是第175 也是就是上品 开完以后呢 也是先别急 先回到梦京大坦 然后找折子小鸟呢 拧一些奖励 然后全部打个完 就说明设计完了 然后60个折子的小鸟 它后面还有一个后续了 然后也和大家呢 一起拧一下 大家回到酒店现实 来到贵宾休息去 一切人如昨日所见 回头以后呢 再往北边走 往东北方向 这里还有一只小鸟 然后再跟它对话 又可以拿一个奖励 那到这里 2.0版本匹洛 堪林宝箱170 折子小鸟60个 就全部收集完了 有帮助的话 还请多多点赞